大家好,我是汪文敏,新加坡儿童会的总裁 我们新加坡儿童会成立于1952年 致力于保护与培育来自不同种族和宗教的儿童和青年 在过去的69年来,我们的服务项目随着儿童需求的改变而不断的演变 新加坡儿童会至今在新加坡有12家服务中心 服务群是有需要的儿童、青年与他们的家人 一大部分的受益人也是来自低收入家庭 我们总共有提供四类型的服务 首先是为一些弱势的儿童与青年提供保护 这些弱势的青年大多数都是可能受过严重忽视或者是虐待 所以我们也在我们的其中一家服务中心 晨曦儿童之间为他们提供一个妻生之所 第二,我们也在我们的四家活动中心提供儿童与青少年的服务 这四家活动中心都有社工、有辅导员 可以在学生们放学之后来到我们的服务中心的时候 可以为他们进行一些辅导 第三,我们也在新加坡设立一个益顺的家庭服务中心 在这家服务中心我们会为一些有需要的家庭提供一些经济的援助 或者是一些辅导 所以让他们的家庭环境可以比较稳定下来 除此我们在2003年也建立了一个研究与倡导的一个部门 这个部门就是让我们的研究人员能够比较深入地探讨一些对儿童与青年比较重要的一些课题 让我们对这些课题也比较有一个深入的了解 在2020年,新加坡儿童会总共为34,000名儿童青年与他们的家人伸出援手 新加坡儿童会目前有220名员工 我们每年大部分的款项都是来自大众以及各个企业的捐款 所以这样我们才能够维持我们旗下的服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